救命啊 這幹嘛 救命 救命 救我的命 拜託 怎樣 怎樣 這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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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情況 我快死掉 就在大馬路上 遠遠的有男子 不斷喊著救命 還直接從車窗跳了出來 說自己快要死掉 拜託警察救他一命 男子不斷扭動身體 神情恍惚 警方見狀將他壓制 他還趁機咬了圓劑一大口 他不知道怎麼了 我在安撫他 什麼怪事 現在對於保護管束 黃金男子不斷喉叫 還在原地翻滾 一旁朋友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 嚇到傻眼 說什麼有鬼有通話 然後有鬼要來抓他 有鬼要來抓他 黃金男子與朋友 要往淡水方向行駛的時候 行進隆敏度一段 卻突然從副駕駛座跳出來 行進相當危險 是清醒之後 有向警方坦承 在當天清晨的時候 有吸食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及鴛鴦定 所以才會有如此脫序的行為 黃金男子先是在淡水住宿吸毒 接著與朋友外出 返回淡水時 突然半路抓狂 說有牛頭馬面要抓他 跳窗求救 接著不明扭動身體 最後甚至還攻擊員警 事後聲稱完全沒印象 巡邏經過聽到求救聲要協助 沒想到卻是因為毒蟲吸毒過量發狂 只是大馬路上車子這麼多 突如其來跳出車窗求救 苦樂無辜圓禁 手不掛開 記者葉瑋玲玲出方 新北市報導